偶尔会出现那么一款游戏,让你有种相见恨玩的感觉 简单来说,就是这款游戏有种在与你对话的感觉 它的美术、音乐和玩法都像是为了你的品味量身打造 在玩的时候总是会让人满怀笑容 而这也就是我在玩All Possible Future的首款游戏勇敢小歧视时的感受 在游戏中,玩家将扮演乔特,一个生命远扬的勇敢小骑士 他的使命是捍卫充满无限创造力的魔酒之径 抵御邪恶的法师亨格兰普 乔特也是一个写作好手 他用羽毛笔将自己的冒险故事写成备受喜爱的书籍 勇敢小骑士一上来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的视觉效果 游戏设定在一本儿童故事书中,每一页都对应着一个区域 当你继续前进时,书会翻动到下一页 带你前往下一个区域并揭开更多故事内容 游戏中的每个关卡都是一个独立章节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设定 但一个好的想法只是成功的一半 勇敢小骑士通过精美的手绘美术将这一切串联起来 这些图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图书馆书架上的儿童书籍 所有的东西都丰富多彩 动画效果也极其出色 我三小时的试玩从一个任务开始 帮助我们的巫师朋友,一个带着太阳镜的家伙 他要我们找一些蜜蜡 以便他能制作更多的黑胶唱片 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起源故事 但每个英雄的旅程都有一个起点 勇敢小骑士最初的玩法就像是昔日俯视角的塞尔达传说一样 主角乔特只装备了一把剑,一个简单的翻滚闪避的动作 他的智慧和一顶适合引游诗人的羽毛笔帽子 你一路上会击败一些怪物 但这部分玩起来的手感和游戏的视觉效果一样出色 但这并不是乔特或勇敢小骑士的全部内容 游戏中还有一些平台跳跃关卡 直接放进马里欧游戏也不会想得突兀 而为了拿到任务需要的蜜蜡 你还得在一场拳击比赛中 面对一只想直接从拳无虚发游戏中走出来的秘欢 一切似乎都在顺利推进着 直到亨格兰普再次开始捣乱 这时事态才真正开始变得复杂 亨格兰普已经意识到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舞台 而你们只是演员 故事已经被写下 这意味着每次他和乔特的对决都会注定失败 他并不想接触这个命运 然而亨格兰普是个巫师 于是他利用魔法把乔特从书本踢入了现实世界 突然之间游戏从2D转为3D 漂亮的手工绘本被同样精美的3D模型所取代 它们看起来就像switch上的塞尔达传说之梦岛一样 乔特必须在山姆的书桌上翻山越岭 同时还要避开山姆的宠物甲虫 回到故事书中 这个山姆就是拥有勇敢小骑士这本书的小孩 虽然乔特在现实世界中不如在他的故事中那么强大 但他很快从一个名叫Page的友好书虫那里 学会了一项新技能 像塞尔达传说众神的三角力量2一样 只要纸张上存在入口 就可以随意进入2D世界 并且可以从现实世界中携带物体进入书中 反之亦然 借助一件名为翻页手套的特殊道具 它就可以在桌上随意进出书本和翻页 于是你也可以借此返回故事书中 这就是勇敢小骑士有趣的地方 亨格兰普用他的魔法彻底破坏了书中的故事 但这无法阻止乔特 他是一位作家 这意味着他可以操控书页上的文字 从而改变书的内容 遇到了一片无法穿越过的森林了吗 将森林一词换成废墟 你就能轻松穿越 有一只巨大的虫子挡住了去路 把巨大改成细小就一路畅通了 勇敢小骑士之所以如此迷人且独特的原因在于 这些机制被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创造出有趣且独一无二的场景 举个例子 有一次我需要让书页里的时间变成白天 以便绕过那些夜晚出来唱歌的青蛙 于是我退出书本 回到前夜 抓住白天这个词 然后翻回刚才那一页 重新进入书中 把夜晚换成白天 让阳光照进来 并把青蛙们赶走 当然 这又引发了新的问题 但通过我进出书页的能力 以及乔特的写作技巧 我还是成功地进入了下一页 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场 与秘欢拳击比赛的特别关卡吗 这种跳出框架的玩法随处可见 有一次 因为需要一把弓 我跳进了山姆书桌上的魔法卡 与一名精灵弓箭手展开决斗 他确信我与亨格兰普是一伙的 但我设法说服了他 最有趣的地方是 整个过程就像是在RPG游戏中 展开的回合制战斗 而当我实际用到弓箭曲击退重群时 游戏的玩法又转变成了光枪游戏 所有的这些片段都既有趣又独特 让人时刻保持着新鲜感 当然 游戏的核心玩法也毫不逊色 无论是在山姆的书桌上平台跳跃 还是在故事书中与小怪物战斗 而且我好像还没有提过 你可以利用在游戏世界中找到的货币来升级乔特 比如把剑投掷出去 或是旋转攻击的能力 甚至可以用来解锁概念艺术 虽然我玩到的部分没有足够的货币购买所有内容 但希望在完整版游戏中 这些内容可以解锁更多有趣的玩法选择 然后是本作可爱的配角阵容 从古怪睿智的Moonbeard 到乔特的朋友们 实力强大的石心女巫Valet 他或许应该更自信一点 还有潮人山地巨魔Sprash 他总是看起来很开心 还有Minibeard 是一个迷你版的Moonbeard 他会提供解密建议 如果要用两个词来总结我玩勇敢小骑士的体验 那就是迷人和独特 你可以看出勇敢小骑士的灵感来源 但我所玩到的内容真的十分精致 他也自始至终保持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其出色的节奏 让人从始至终保持着新鲜感 这是一款第一眼就戳中我的游戏 当试玩时间结束时 我甚至感到有些失落 要找到这么一款独一无二的游戏 真的太难得了 我也无法忘记游玩它时那种奇妙的感受 我希望All Possible Futures 能够在整个游戏流程中保持这种感觉 正如任何优秀作家都会告诉你的那样 一个好的故事需要时间 我非常愿意等All Possible Futures 写下最后的节语 并放下他们手中的羽毛笔 届时我将细细品味已经读过的章节 寻找我遗漏的内容 尝试尝试其他升级 沉浸在这种氛围当中 直到下一页故事展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